前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上次我說到姜子牙用計殺了烏文化 怎知又來到個朱子珍 這個朱子珍又是梅山一怪 他大言不慘 說幾大都要拿姜上條命 這個時候 周刑中一邊的南伯侯揮下的副將如中 這個人不信道述 守母狼牙棒飛馬殺出陣前說 就等我來拿這個頭弓 朱子珍執劍雙刑 這樣一來暴馬雙交劍棒並舉 兩個人殺到二十多個回合 奇怪了 朱子珍轉身就走 如中武利這麼好戲 拍馬直趕上去 未追到一里路 朱子珍就使出法術出來 因為他是妖末來的嘛 只見他的腳下 升到二陣陰風 符符聲 跟著 又飆起了一派寒霧 只見這個朱子珍 張口一巴掌 從他的口中 噗聲 噴出到一大堂黑眼出來 照著其身 演出到自己的爐散真面 各位 朱子珍是什麼東東呢 下面自會交代 再講那個如中 他追上去 不斷趕上去 但是見到前面是一片黑霧 糟了 這樣就瘋了 再加上 這個朱子珍 不斷抹大口 就按下去 就把如中咬了半口 如中就不斷收檔 私下撲一聲 就倒下馬下 然後那個朱子珍 再驗人形 翻轉頭的大聲說 姜子呀 敢不敢和我缺一次紅呀 呵呵 這個這樣的人 不斷跌下馬下 右板你看呀 一邊的楊展 心中有數 拿出了照妖鏡 對著朱子珍一招 哎呀 原來是一隻大豬來的 楊展吹過他的銀盒馬 手提三尖兩人刀 從後邊衝殺出來的大師兄說 你個葉篤說 優得槍降 我來了 洗開刀 照著他的頂門就砍過去 朱子珍手中劍急駕相賢 暴馬相交刀劍並舉 都未打得幾個回合 朱子珍又洗漆那東西 凌轉身就送人 楊展隨後趕過來 朱子珍照版主婚 言出原形 張開口 一口 一口 合聲 就把楊展吞了下肚 哈 楊展是不是死了呢 慢著 聽下去先 薑子牙 見楊展這樣 就只好全力收兵回營 再講朱子珍得勝 就離見袁洪 講怎樣打敗 是剛才那個大將 怎樣威風發的經過 楊洪很歡喜 擺走為朱子珍賀宮 敬飲宴的時候 不然有沒有說圓門外邊有個傑視求見 只見這個傑視面如白玉 下巴的鬍鬚很長 不過頭殼頂上有些奇怪些 就生了兩隻角出來 只見他頭大一頂束法官 自稱姓楊叫做阿顯 也是梅山人士 各位 這位也是梅山一怪 和袁洪是一班人的 只怕被旁人識穿 所以就分批陸續而來 好掩人耳目 袁洪請楊顯入籍共飲 楊顯和朱子珍同一路貨識 各自跨能鬥醒 口水多過茶 幾大都說自己厲害 幾大都認自己吞 恩破敗見 心中暗自想 不用問了 又是袁洪那班妖孽 當眾將領喝到三更時分 忽然間 那個朱子珍的肚 覺得有點不妥 肚裡頭鼓鼓聲響 哎呀 更有趣 好像聽到肚裡頭 有人在說話 那樣 朱道仁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朱子珍嚇到魂不負體 喂 你是誰 你現在在哪裡 楊展在肚裡頭回答 說 告訴你 我是玉泉山金霞董 玉頂真人的門徒 楊展就是我 而今我就在你的肚裡頭 你這隻葉蔥 不知吃了幾多人 賀了幾多條命 惡貫滿營 今天我要將你 捋算你的肚腩 將你的腸臟 剪爛它 痛到你死為止 然後 楊展在肚裡頭 用手向他心肝索一捅 朱子珍 哎呀 好毒啊 哎呀 痛到我了 大仙 別這樣 看大仙手下樓鐵 要少數一命 楊展就問 你想生還是想死 哎呀 不要這樣大力了 望大仙大法慈悲 小竹在梅山也不知道幾經辛苦 採天地的靈氣 吸一月的精華 才能夠修煉成人 仍有今時今日 但哈實不知分斷冒犯大仙 望大仙要我一命 哎呀哎呀 不要這樣大力了 楊展就說 好吧 你既然想生 你畜現懸人 貴伏租營 我就遙利不死 若果你不依從我的話 我就將你的心肝脾肺腎 全部捅出來 問你知死了沒有 哎呀 不要這樣大仙 千萬不要這樣狡髮 朱子珍無可奈何 就算有法術 也沒辦法使得出來 只好苦苦哀求 楊展就說了 你若再拖延的話 我就動手了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了 沒有了 楊展在朱子珍的肚裡頭大顯神通 朱子珍這陣子就像現出原形 原來是隻大豬來的 兩頭撇下 兩頭撇下 撇下 不停地走出去 這樣一來 袁紅就沒有了 非事了 當場出醜 急得他又撈頭 又摔腳 楊顯整套火 但也無計思量 就只好聽之任之 有他怎麼做好 那時候 話說朱精走到租營的圓門前 就跪伏在地裡 這個時候 剛巧得那麼巧 南公式將軍巡影 大約是四間時分島 就租到來圓門 他擔心頭向前一望 咦 為什麼有隻大豬巴在地裡 哈哈 不用問了 哪家的老百姓 走失了隻大豬頂了 好了好了 暫時將牠收留在刑部 天罡才送回老百姓 怎知就在這個時候 楊展在豬的肚裡頭大死了 南公將軍 南公將軍 快點告訴姜元帥 這個是梅山的豬怪 今早見鎮 是我捐了入牠的肚裡頭 將牠捉到來這裡 南公將軍 麻煩你快點告訴姜元帥 請牠出來發落 南公式仿然大悟 連忙走到中軍 敲擊雲板 報知給姜用紫牙 姜用紫牙率領豬頭走出營盤一體 可可可言言 見有隻大肥豬 肺腹在地上 姜用紫牙就說 你這隻葉粗的話 真是自己拿來衰 楊展在豬的肚裡頭回應說 請元帥速斬這隻妖怪以絕後患 好 姜用紫牙面臨南公式行刑 只見南公式手起一刀 十隻 就將豬頭斬跌到地上 楊子就藉著一道血缸 十隻 便宴回原來的身軀 眾豬喉一看 大家都拍手稱讚 楊道兄楊道兄 好野好野 果然道術高明 姜用紫牙又面臨 將那個豬頭就掛在圓門號令 這裏我們再講成通形中 袁紅和楊顯暗中商議 好像這樣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 成何體統似得 大失體命的 千年道行不夠一朝喪 都說幾大都不能夠跟他僵上善白 一定要跟他鬥到底 那個楊顯又說 楊展他又怎麼這麼聰明 才行 像是自己懂得變化 沒料到豬子真會誤中他的奸計 若果不報此事不解此恨 又怎麼能夠再立於人世之上 兩個人在心心痛恨的時候 陰差送來一名賢士 又有個人來 這個賢士來到中軍參拜完畢 袁紅就問了 將軍高姓大明呢 來人回答說 末將姓大 叫做阿禮 大禮就是我了 乃梅山人士 文咒王昭然 所以不似千里迢迢 特來孝勞於揮下 好 賢龍又對中將說 現在今天又多了一位賢士 定然將姜子牙抓住 賢龍全力立即出營 和周冰決一死前 姜子牙得報 熱烈陣出營 楊顯拍馬拖擊 當先殺到出去 在奇門下的楊展 馬上拿出了照妖鏡 對著出來的敵仗一照 各位 你說這個楊展是甚麼來呢 楊展的照妖鏡一照 就一定照得出 不說你真是不知道 原來是一隻楊精來的 楊展收回很快鏡 走馬沒有三尖兩人刀 也沒有答甚麼說話 跟著就殺過去 刀擊並舉好一番鬥殺龍潭虎月 兩人戰武幾個回合 承通刑中的大禮 只見他使兩把刀 飛奔殺出來作戰 他來到陣前大聲說 楊賢兄弟 讓我來助理一匹之力 收拾這個楊傑 這邊的那渣 腳踏風火輪手提火尖槍 殺出來接著他 楊展、楊顯兩人戰有兩十個回合 即是楊顯撥馬就走 是否輸呢?不是 出貓啊他 楊展緊緊追緊過來 楊顯就以為得米 哈哈 此刻這個楊顯在馬上套了一道白光 連隻馬都抓緊了 然後自己的爐散真面 要霜陽展 怎知楊展搖身一扁 哇 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隻白鴨斑蘭大老虎 楊展一看 老虎就欺負自己的嘛 這麼壞 為你三十六足周圍上昭 怎知 早被楊展手起刀落十隻 就把楊顯斬為兩段 楊展割下那隻楊頭大赤馬 啟稟完碎 然後又殺了梅山一怪 那時候再說說 拉德和大麊見相� Nós 大麊想速箭有速 直見了大麊 includes口中 吐了一粒紅豬出來 那粒紅豬沸 ih 滾……有罐那麼大 向著麊德頭頸就打過去 喇喳見來勢兇猛 梁一時搞他不行 他凌機一動 將火尖槍一閃 就敗下鎮利 那邊的楊展見拿針不行 即是迎上前去 截至從大禮施殺 他說 你這業將你說 你休得無禮 楊展我來 兩人大致了兩十多個回合 大禮撥馬就走 楊展仲馬直追上去 只見戴禮又從口中 吐了一隻光殘壇的紅豬出來 要傷楊展 楊展用不怕他 只見他製作了那隻後天犬 逼在盆孔之中 這隻後天犬是一隻仙犬 他見這顆紅豬 就知道這顆豬厲害 後天犬不正面碰這顆豬 讓那顆紅豬直撲大禮 大禮的仙犬撲過來 正想抽身鬆人 怎知 來不及了 早就被口天鳥咬一口口聲 就咬緊了 欲不得其整 楊展一個戰報走上去 手起一刀十聲 將楊展揮落馬下 呵呵 什麼來啊 原來是一隻狗來的 楊展又殺到狗怪 得勝胡言 姜子牙好歡喜 為楊展慶功 我們說回那個元洪 回到中軍 又見大禮被殺 還現出了自己的原影 心裡頭好煩悶 重將官見死了一隻羊 一隻狗 就議論紛紛 元洪就更加覺得沒面子 正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有沒有進來說 圓門外邊 又有一個大將求見 只見這個人 身高像綠 頭頂生著兩隻腳 他隻耳好瞻 卷嘴的 頭帶紙金棺 金甲金袍 全身甲袖 好煎熬的樣子 自稱叫做金大聲 亦是無身人士 這個金大聲使三尖刀力大無窮 元洪一看 又怎會不知道是何方神聖呢 即時設現款待這個金大聲 第二 金大聲騎著一隻獨角獸 搜尋三尖刀 來周營挑戰 周營去頭 鄭倫向姜子牙請令 這個鄭倫呢 即是前邊我講過的那位亨將了 他一亨呢 就可以從鼻孔那裡 亨出一道白氣出來的 而且還有三千烏鴉兵根尾 鄭倫出城營地 兩個人見面各自報到聖民 大打出手 兩壽相交戰武幾個回合 各位 這個金大聲是甚麼怪呢 頭頂生兩隻角 猜到猜到啦 哈哈 是一隻牛怪 在他肚裡頭 煉成一塊牛王 這樣就厲害了 這塊牛王就作怪了 有幾大呀 有碗口這麼大小的 金大聲想著先下手為強 就後下手騷擾 不是啦 牛王從他口中 撲聲就吐了出來 好像火電一樣 哎呀 糟呀糟呀 鄭倫沒有提防啊 被牛王啪聲 打中了臉 傷了鼻孔 啊 那就糟糟也沒有這麼糟了 有法術都沒辦法洗得出來 當堂整個人 從火眼金睛獸道撞跌下來 金大聲見 哎呀 還不點這趟 板著那隻獸 向前手起一刀 就將鄭倫斬為兩段 可憐啊 鄭倫空中奇術成何用 紫洛明碎在史篇 鄭倫竟然在萬津 死一隻牛怪手中 真是認真不抵了 薑紫牙德布大堅失色 心裡頭好傷感 是 鄭倫屢見大公 自從蘇侯貴周 一路督亮 又共意獲實 豈知來到這裏 才喪於一個慕名下將之手 江紫牙好淒涼 淚如雨下悲痛萬乏 翌日 江紫牙被揚展出陣 金大聲得勝 就得氣了 出勝認點 兩個人略起搭話報告聲明 兩把三尖兩人刀就殺在一起了 大家都使三尖兩人刀 兩人朗來衝突 剪了一場惡戰 打到有三十幾個回合 正當楊展 正準備用照妖敬來照他的時候 哎呀 沒有提防這麼大聲 從口中噴出牛王 向著楊展就噴過去啊 第十幾個回合 這水 生 真 兜 意 以 生 dando